以下是RICO MC251FW打印机基本安装步骤 拆开纸箱后,先取出两份说明书 一条全真电话线以及一条电线 下一步,将机身上的蓝色胶纸逐张撕开 打开上盖,取出下方的碳粉盒 并移除周围的蓝色胶纸 将碳粉盒水平地左右摇动5-6次 再放回原位 拉出机身下方的纸盘 按一下纸盘并放入纸张 用电线将打印机连接电源插座 最后,按电源开关 启动打印机 选择所在地区 按需要更改语言日期及时间 自定8个资源的密码 设定连线模式 完成打印机设定 完成打印机设定 完成打印机设定